在人生的不同階段 無論是學業、家庭或工作上 我們都面對著各式各樣的壓力 適當的壓力可以驅使我們進步 但壓力過大而處理不當 有機會在身體、心靈和情緒上帶來負面影響 甚至造成抑鬱症或焦慮症 以下將會為大家介紹中醫如何認識壓力 壓力過大對身體的影響 以及中醫減壓疏肝的方法 如果你經常感到壓力大 緊張焦慮、心情鬱悶 你可能已經出現肝鬱的情況 肝鬱即是肝氣鬱結 多數是由情治不悅而導致肝經驚氣出現阻滯 抑鬱的情緒會導致肝鬱 而肝鬱又會加重情治不悅 中醫認為肝煮疏蝦、起調達而忽抑鬱 肝的疏蝦功能正常 才能夠維持全身氣肌和氣血流暢運行 如果肝氣不悅、出現氣質不通的情況 會見到精神抑鬱和氣肌失調兩方面的症狀 在精神抑鬱方面 可以見到情緒低落、悶悶不落、空悶腹脹 而氣肌鬱滯就容易發生脅辣疼痛、經痛、 預防脹痛、空悶等 如果情況持續氣肌日久屈而化火 就會出現肝火上炎的症狀 即是俗稱肝火旺 身體上可以見到頭脹、頭痛、口乾、口苦 臉紅耳赤、急躁易腦、失眠多夢 甚至突然耳鳴耳龍、吐血或流鼻血 透過穴位按摩可以刺激特定穴位 激發經絡肢氣運行 有通經活絡的作用 首先為大家介紹太聰穴 這是觸血陰肝經的懸穴 位於第一、二腳趾骨膠接的粒陷柱 有梳理肝氣、清熱明目的功效 可以減輕壓力、舒緩緊張情緒 如按摩時可以手握腳掌 用拇指輕按 左右腳角三至五分鐘 到有點酸脹感就可以了 第二個穴位是奇門穴 是觸血陰肝經穴位 是肝臟的暮穴 位於乳頭直下 第六勒間隙、粒陷柱 距離正中線距離四吋 有疏肝理氣的作用 可以改善肝屈情況 同樣耳母子輕按 左右邊角三至五分鐘 有酸脹感就可以了 中醫主張醫食同源 在日常飲食中加入食療 可以達到養生的功效 首先為大家介紹玫瑰花茶 材料可以用玫瑰花十五粒 做法很簡單 用滾水焗五分鐘就可以了 而玫瑰花茶的功效呢 就可以有行氣解鬱 聖皮和胃 活血止痛的功效 注意了 玫瑰花性質偏溫 比較適合中性 或者寒性體質的人士 例如平時容易手腳冰冷 容易累 喜歡喝熱飲等等 而第二款茶 是菊花薄荷茶 材料有菊花五克 薄荷葉五克 做法很簡單 用滾水焗五分鐘就可以了 功效方面 菊花、味生、金虎、性微寒 有清乾、射火、疏散風熱 明目等功效 而薄荷、味生、性涼 有疏散風熱、疏乾解胃的功效 兩個藥材都是入肝經的 一起用有疏乾清熱的功效 而注意了 薄荷和菊花是偏涼的 適合體質偏熱的人士 例如是經常出現口乾、口苦 和容易生非脂、小便黃和便秘